伊拉克今日遭遇戰火威脅 二零一四年前四個月就有傷亡 超過四千人 當地的音樂家舉辦音樂會 發表新作名為 Waiting for the Joy 等待興起的那一刻 希望伊拉克 敘利亞 和所有的阿拉伯國家 都能夠等到和平的日子 用中東傳統樂器 烏德琴彈出優美的曲調 他是來自伊拉克的音樂家 納瑟爾 在開羅格劇院發表他的新作 Waiting for the Joy 可以等待喜悅 阿拉伯國家集中在中東以及北非 常年因為宗教問題戰火不斷 很多人生活在焦慮和恐懼中 而伊拉克更為嚴重 二零一四年前四個月 就有四千多人傷亡 音樂家納瑟爾的新作 Waiting for the Joy 希望大家能夠等到和平的那一天 這次音樂會使用的喜塔琴 烏德琴幾乎都是當地的傳統樂器 其中烏德琴更被視為吉他十足 在中東有樂器之王的美誼 在中東有樂器之王的美誼 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